大家好,这次我们要谈谈一下关于领袖 更正确的就是关于自动领袖力 好像我以前刚刚踏入那个工作市场 当我刚刚出来做工的时候 我就很想成为领袖 很想当那个主管或者当一个经理 感觉那时候当一个领袖是蛮有感觉的 可是有些人又比较内向 有些人觉得我都不想成为领袖 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技术人员 我都没有下属,我都是一个人做工 其实这个领袖的意思,这个领袖的含义是蛮比较广 因为大家在家里,比如说有结婚的就有伴侣 有先生,有太太,不然的话有孩子 没有结婚的人也是有可能跟父母住啊 可能有兄弟姐妹啊 在这种环境下呢,我们要有那个领袖力 有没有那个领袖力 不然的话,我们就在沟通方面可能会 不是会很顺 这个领袖到底是包含什么呢 领袖就是要懂的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可以看到,能够看到 会带领他的团队到比较好的地方 比较好的地方 第二个就是要有关爱 要关爱他的团队 他的团队 第三要有那个力量 把大家带到那个更好的地方 这个更好的地方是可以包括很多意思的 比如说在公司我们在做产品 设计产品 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 可以设计出来更好的产品 比如说在家里的话 这个比较好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 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可能 从比较不好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带大家到比较和谐的关系 或者在财富方面的话 就是从比较还不是很足够的财富情况 我们把大家带到财富比较自由的状况 所以这个比较好的地方意思是 够广 看我们要怎样把它定下来 所以一个领袖就需要这三个部分 所以当大家了解了这三个部分 大家就了解为什么每个人一定要成为一个领袖 然后讲到领袖呢 很多时候好像以前我还在做光的时候 我就觉得领袖我要怎样成为一个领袖 我就要去上MBA 或者可以买一下 关于那些管理的书 怎样成为一个manager 一个经理的书 或者可以去上课 那种关于领袖的课程或者工作坊 其实老实讲这些都是表面因 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 因为我们真正要成为一个成功的领袖 而且是成功的自动领袖里 我们需要更深层的 我们需要有关领袖的那些种子 这些种子其实也不是很多 有几个重要的种子 我们可以从我们想要得到的事情 当一个领袖我们想要有的那种特征来开始 比如说当一个领袖我就要让大家听我所讲的话 所以我们就有那个什么 聆听的种子 或者我想要有那种很好的想法 我有很好的想法 有很多很好的方法 把大家带到那个比较好的地方 所以这个应该是关系到什么我的创意 所以我们可以写下来 写下来当一个领袖 我们想要有什么样的 怎样的特征 我们就可以一一的把它种子 相关的种子种出来 可是当然有更重要的种子 怎样成为领袖 怎样成为一个很成功的领袖 这些我们其实有很深入的 一起跟大家讨论 就是在我们的来临的第八阶的工作坊 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把握这个机会 来报名参加 还没有上课的来参加我们的第八阶的工作坊 甚至有上过这个第八阶的工作坊 可以再回来复习 因为我们的内容越来越丰富 我们的老师真的很很慈悲 我们的老师真的很爱我们 所以每次都是把内容越加越多 越谈越深入 所以我很期待 很希望有机会看到 再跟大家有机会看到 见面在下一次的工作坊 谢谢 谢谢